美国月谈天后 Rihanna首度访港 为化妆品牌主持节目仪式 一群穿上偶像硬化衬衫的粉丝 跟同样出席节目室的名人 艺人 好像庄思敏 许婷亨 林心桐 马世慧跟大女儿 和郑心仪等等 一起等了又等 结果等了两个多小时 Rihanna才大驾光临 不过大家苦后两小时 换来跟Rihanna见一面的时间 只是两分钟而已 难得欣仪一样还是这么开心呢 很开心 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一直都很欣赏 Rihanna的一种态度 我觉得她一直都是 很有型的一个人 不单是她的衣着或者是打扮 我觉得她整个人 她的态度是 就是我想做什么我就做 这样子的 那我觉得对于一个艺人 每一分每一秒做 每一样东西都在一个 microscope底下的时候 能够保持这个态度 我觉得是很有型 Rihanna千呼万唤使出来 现场马上陷入一片混乱 而她刚在澳门举行的演唱会 同样要观众等候两小时才开场 可谓架子十足啊 而头号粉丝心仪 还是处处提偶像想呢 我觉得无所谓啦 我觉得当一个艺术 可能去别的地方工作的时候 可能自己也不会太清楚 自己的行程是怎么样 然后可能沟通方面有 可能因为她不是讲中文的嘛 所以可能会有 miss communication 但是我觉得 无所谓啦 去看演唱会 我不会介意 如果我的artist 迟到了 因为去的时候 是跟 可能会跟朋友一起去 然后是 玩得开心的时候 能够 让这party 长一点 我觉得是好事 这次跟瑞安娜碰面 心仪还有一个愿望 可是要达成的话 好像有点难度哦 我会怕 我觉得 机会是要自己争取的 所以我觉得会争取 跟她一起拍照